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有时候看YouTube 然后会有那种什么广告 对不对 很多那种广告 有些说我们每天就是反正就参加什么 那种什么国外的什么网站 理财的网站 每天都有钱赚的 对不对 或者说之前还有那个什么 那什么运动采建签读的 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年轻的小伙子 看起来都是黑道嘛 然后就开什么马萨拉第啊 开什么法拉利啊 然后坐在里面数钱啊 对不对 年轻的女朋友都说 他们签牌都很准 或者说真的有些就仿冒 我的头像耶 直接就头像 直接就这样子弄 真的你要小心啊 我觉得我们的公司 如果说你真的不放心 你就看我们公司嘛 打电话就电话来了 那真的有那种什么叫你 买什么国外的美股啊 港股啊 国外的期货 那绝对不要啦 那绝对不要 那个都是诈骗的 那个我那个朋友他们好像就是 被逼得要费90万过去 那钱都没有赚到 就要赔90万了 那我说就请他去报警 所以怎么讲 这很多就是利用贪小便宜啦 那真的还是要顺思民辩 股票没有那么好做啦 股票怎么可能那么好做 对不对 最近真的不好做啊 每天晃来晃去的又没有量 然后呢 好不容易恒大好像要告一落幕了 就今天呢又跟你讲什么 中国大陆又限电了 又限电 然后呢 对不对 这些PCB一开盘就跳空大跌 然后南电对不对 318 南电还好 而紧缩直接就跳低嘛 对不对 甚至你说像这些封测 有些在苏州的 也受到影响 不过还好啦 我觉得半导体 半导体来说 你看中国大陆他也说嘛 半导体跟面板 不在此列 不在此列 那当然你看到今天的群创 今天的友达 都还蛮强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真的啦 你看到股市 那时候每个都说群创好 友达好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嘛 对不对 每个都很热的时候 量都很大的时候 外资都给你看好的时候 只有我叫你卖 不要买 对不对 那到现在没有人说友达好 也没有人说群创好的时候 你看到一堆的利空 我说你真的就不能卖了 我一直鼓励你 你真的要卖 你也等反弹上来再卖嘛 你看今天大凡 真的冲来冲去 洗来洗去的 这群众还蛮强的 甚至你说旺宏啊 208的南亚科等等 甚至金豪科 甚至这个莲勇 这些会反弹啊 会反弹啊 但是他们的成本 会不会转嫁的出去 这个部分就要商榷了 所以你真的要找 还是找最上游的 我一直强调你说 最上游有关键性的 你说像今天这些造纸 1907吧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但是 我想这之前套了很多人 这个今天涨停板 在上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着 所以这是今天的题材 今天的题材 但是碳中和 你说像这个 有这么简单吗 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半导体还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看像这个8070 你说晶片好 对不对 上游的细晶元也好 台积电也好 联电也好 那下面的风测 日月光也说很好 对不对 什么铃声什么华钛 每个都要资本支出 对不对 甚至像这个晶元店 每个都是要资本支出 对不对 那都不错 那你说 它是他们上游的原料厂商 对不对 它会不会好 那绝对会更好 这边还在一个低档区 洗一洗 这边绝对会过 这边我认为也不是问题 甚至他的儿子对不对 你说导限价 那缺得更厉害了 这个缺得更厉害嘛 是不是 铜也缺啊 铜也涨价嘛 所以基本上 这是一个怎么讲 什么都贵的时代 什么都贵的时代 那当然你操作股票来说 你就是要找 越上游的 越有关键性的一个 怎么讲 溢价能力的公司嘛 越有关键性 溢价能力的公司 就像说 你说台积电 那当然会有溢价能力嘛 对不对 连电都能涨价 台积电不能涨价嘛 是不是 你成熟制程都可以涨价 你高阶制程不可以涨价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盘就是等台积电 你现在去买连电 我觉得是有点晚 而且连电 你再涨的一个空间也有限 没有人会跟你这样讲 但是我一定是要领先市场告诉你 对不对 我想连电在这边 50块的时候 50几块的时候 很多人挨挨脚 连电很烂 对不对 很多人套在这边 那时候很多人套在这边 很多人套在这边 连电很烂 但是我说连电会涨 我说这高点绝对会过 后来就过去了 涨到七十井 每个都在喊 对不对 每个都在追 何必呢 我说接下来你要看的是台积电 你真的要看高阶的资程 你真的要看高阶的制程 因为成熟的制程 慢慢的涨价的趋势一定会趋缓的嘛 为什么会趋缓 你说像笔记型电脑 像手机 对不对 这些产业 你看大陆现在手机 除了说 Apple新出来以外 其他也 其他什么 小米 Oppo 对不对 Vivo 其实年初的时候卖得不错 现在就还好了嘛 对不对 笔记型电脑也是一样嘛 要不然面板价格为什么跌得那么凶呢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说高阶的制程 接下来这个盘就看台积电 今天为什么尾盘能拉起来 台积电偷拉嘛 拉了七块钱 现在拉了七块钱 你看1点24分的时候595了 1点半的时候变602了 拉了七块钱 短短的一个 对不对 五分钟这样偷拉了七块钱 很可怕 为什么很可怕 你台积电拉七块钱 你才用5000多张而已 才用5000多张 5957张 那代表什么 代表基本上没什么卖压 对不对 你常常看说像台积电 有没有像那个MSCI 那个季度的调整 对不对 每次到的最 季度的调整 那一天的收盘最后五分钟 都是这样几万张这样灌下来 今天才5957张 今天最后五分钟才5957张 可以拉七块钱 这代表什么 代表台积电筹码很轻 这个没什么卖压你知道吗 5000多张就 这种2000多亿股本的拉了七块钱 所以基本上你说这个盘有什么卖压 没有什么卖压 但是也没什么追价的买盘 说实在真的没什么追价买盘 那量今天是2900亿 就是差一点 如果能够3000多亿 其实就可以当充一下 有些股票就可以当充了 就是量还少了一点 所以就是操作上面 你还是买低档就等待 就只能这样做 因为量不够 现在大家还怕恒大 那大家还怕什么 什么中国大陆的限电 但是你说到限电其实 也代表什么 代表真的会缺电 台湾以后也会缺电 对不对 你光是台积电 那些厂这样子盖好的 台积电用的电 很可怕 对不对 他今天用的电很可怕 那你说这些太阳能会不会涨 我觉得会啦 太阳能像年而再生 真的就便宜嘛 你把它还原前值 对不对 他现在是 今年年初的时候涨一波 现在都在打底 你看圆巾也是这样嘛 圆巾也是这样啊 都在打底的动作啊 你看冒底 对不对 太阳能 应该也要动了 这边来说就是 每一党 每个族群它会轮动 那这几天 当然你说投信作帐的是很厉害嘛 但是也不要乱追了嘛 汉磊嘛 对不对 大虫嘛 肉不多的 不要追 甚至你说台阳也是一样 这边来说有点投信作帐嘛 县是做得蛮好看的 但量也没有失控 那这个外支呢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也不是真的外支 也不是真的外支 那当然就是有点嘎空的味道 但是来到这边七十几块了 是不是 你的肉不多了 所以 你买一些低档的不会错了 肉会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你说这盘明天会怎么样 我觉得明天应该还会不错吧 明天应该还会不错吧 因为毕竟你看嘛 这是现在开盘的欧洲股市嘛 有没有 大概上礼拜的时候 哇 恒大事件跳光向下 大跌 然后呢 后来又跳光向上 隔一天又跳光向上 回补这个缺口 对不对 我说能够回补缺口 代表什么 代表它是多头 如果是空头 它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回补缺口让你跑的嘛 对不对 我想 全市场只有我这样解盘吧 对不对 只有我这样解盘 我说 好啦 每个都很 全球股市大家都嘛 涨很多了 对不对 很多人说要跌要崩盘了 是不是 但看起来是这样 没错啊 真的 全世界的股市都涨很多了啊 美国也涨很多 台湾也八千多 涨到一万七 涨得超多的嘛 对不对 美国可能又要缩表了 那应该差不多要崩盘啊 对吧 你看这个 横盘整理了好几个月 就是看起来要崩盘 这个头部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跌 要崩盘 你趁着恒大的世界 你把它直接灌下来嘛 是不是 你把它直接灌下来 不是比较漂亮吗 让这些全部人都套牢啊 如果说以这个形态来看 对不对 这上面的全部都套牢 你不用跑了啊 它杀下来那个力道很大 真的杀下来的力道很大 但是它既然让你有回补空方缺口的机会 我说你不用去害怕了吧 对不对 上礼拜四又大涨又跳上去 上礼拜五跳下来 为什么 好像它又还不出钱 对不对 那大家又很害怕了 那今天又跳上来 你看德国股市也很好笑 也是跳来跳去 对不对 跳光向下 跳光向上 又跳光向上 又跳光向上 又跳光向下 又跳光向上 如果说你是用指标软体在做的人 你一定是扒来扒去 最近如果说你用指标软体在做 应该是都被扒来扒去 都被扒来扒去 扒得很惨 那你要怎么做 你就是要有产业的观念 现在就是 真的你还是要相信产业 你还是相信 说未来电动车 对不对 未来的5G 未来的AI 这个商机很大 你只能这样相信 那确实这个商机是很大的 对不对 未来大家都会换电动车 这没有改变吧 是不是 就是 未来绝对是机器人的时代吧 也没有改变吧 对不对 AI VR等等 所以 你还是要从产业的观念着手 那不要追高杀低 你看 这个法国股市也是满强的 蹦蹦蹦蹦蹦 很少看到这样 连四天上涨 那上礼拜五回撤 今天又跳上去了 对不对 今天也跳上去了 这个现行你说 你怎么解释嘛 对不对 跳来跳去的 所以 K线有时候是另外一种看法 你如果说看 对不对 看K线 有时候也会被欺负嘛 所以看盘 其实你就是要多方面 有时候是多方面 全脂股你也要懂嘛 对不对 就像你说台积电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一直看好台积电 那当然啊 台积电 对不对 不管说在这个技术能力 不管在未来的成长性 它还是持续的嘛 是不是 它也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 那既然台积电会长 那你说这个盘 有很大的风险吗 我觉得是还好嘛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还好嘛 所以 基本上就是不要追高杀低就好 不要追高杀低 因为毕竟 你说电动车 尤其在半导体的部分 那个成长性是非常的大的 今天Intel也说嘛 电动汽车 就像一台 会跑的行动电脑 Intel它把它形容得很好啦 其实 对不对 以后的车子可能 我们只要坐进去而已 连方向盘都没有了 我们也不用开车了 对不对 其实现在好像很多无人巴士 是这样搞的 那当然我们会不习惯 当然我们会害怕 但是这是趋势啊 对不对 Intel就说它就像一台 可以移动的行动电脑 那这个行动电脑 你要它多强大 就取决于说它的半导体 用的多 用的少嘛 你用高阶的 你还是用低阶的嘛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里面的半导体 Semiconductor 对不对 这个Semiconductor 它的用量绝对是倍数的成长 绝对是倍数的成长 你只要有这个观念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当什么大魔 每天在那边 啰哩巴说的 手机不好 对不对 电脑不好 你管它说什么 大魔 对不对 那种 其实这个外资 说实在的 拿过去的东西来讲未来 这是不对的吧 半导体也好 被动元件也好 对不对 记忆体也好 PCB也好 什么的用量在电动车 都是倍数的成长 所以你不用去管那些外资在追高山 甚至连面板 对不对 友达车载的面板全球第三嘛 是不是 你说群创 也是鸿海集团啊 MIH啊 对不对 车载面板 这个也是非常的大的一个商机吧 而且是高毛利的吧 所以你要懂的这个东西 你就不会去追高山地 你只要去找好的公司 买在低檔群 你没动的时候你等待一下 它会还你公道的 它会还你公道的 就要说你说像 对不对 这个 这是很好笑啊 对不对 你说这2314不是很好笑吗 营收也还好而已 都还没有出来啊 竟然这样涨 倒霉的是在放空的嘛 倒霉的是在放空的嘛 对不对 8000多张的熔券 从多少开始 从54块开始被嘎到80块 熔券被嘎了30块 50块被嘎了30块 这个赔多少 赔了六成 你放空 放空台湾是赔六成 对吧 放空这个 汉磊也是啊 对不对 放空汉磊是赔 这个也赔死了 从多少 一千多张的熔券 增加到上个礼拜 有变一万多张的熔券 这一万张全部都被嘎到 全部都被咬到嘛 对不对 最低83 今天最高的130 80块被嘎了50块 这个也是六成 这个也是快六成吧 对不对 好可怕 六七成 这个熔券输了六七成 所以你说它怎么下来 先把这些空单嘎死再说吧 对不对 这些空单就是倒霉啊 这些空单要乱空啊 对不对 大同也是一样啊 所以很多空方的言论 说实在的 他们的建构的基础在哪里 建构基础就是 台北股市涨多了 全球股市涨多了 这是 这是事实没错啊 但是你知道它未来 对不对 这个盘结束了吗 没有啊 因为还有台积电嘛 对不对 甚至有些股票 你说还在低档区啊 你说合一结束了吗 应该也没有吧 对不对 合一它玩完了吗 中国大陆的要证呢 全力金呢 美国的衣财呢 是不是 还没完完吧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以偏概全 很多的股票是涨多了 那当然不要去碰 像什么富邦媒 对不对 外资看什么 2200 今天跌到1700 今天还跌停板 今天还跌停板 那当然你外资又 又在那边胡说八道了 这个已经涨到美国去了 对不对 我记得以前看富邦媒 两三百块而已 它涨到八九百块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涨到一千多块 两千 你说这有没有夸张 对不对 你股价两千多 你要听外资的鬼话吗 对不对 没有必要 这个跌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些股票 我都认为说 这个都涨多了 你看雅德克今天跌成这样 对不对 这个是涨多了 但是你说他们死了吗 也不一定 他们有他们产业地位 对不对 2049 对不对 今天这个也大跌 这些线也 这些线都不好看 但他们是涨多了 这雅德克尚银是涨多了 那他们现在业绩都开始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你说 对不对 每一档股票 它的位阶不同 是位阶不同 甚至你说像这个4919新唐 诶 这两天还起来 投信任赔完之后 诶 投信任赔完之后 还被拉起来 是不是 像新唐的台办 对不对 2481的强帽 都怎么做 是不是 这些股票当然 车用 绝对是需求很大 但是我也告诉过你 我说 对不对 我们这些公司 其实在全球的 其实在全球的一个 怎么讲 在全球的地位里面 不算大了 你说阿拉卡 对不对 阿拉卡他们的MOSFI 小信号的MOSFI 什么 对不对 高信号的MOSFI 高压的 低压的MOSFI 就很多的公司 对不对 当然最强的就是这些 戴尔斯 安西米 恩智普 对不对 英菲林等等 罗姆 这些TI 这些都是最强的 其实台湾占的比重是不高的 所以你不能听别人的话去乱买 乱追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趋势没有改变 这个成长性没有改变 但是价格 会不会像过去一样 涨得那么多 那就有待上去 因为毕竟是被轰台的 你看一个13块钱的 ESP的一个MCU 可以涨价涨到4000块 涨300倍 这个比什么还夸张 这比黄金还夸张吧 对 你看像这几年 你看他劳力士 哇 涨得很夸张 对不对 但是这个涨得比劳力士还夸张 13块涨到4000块 涨300倍 很厉害 就是他们中国都在囤货 那当然你说缺货还是缺 这个交期都很长 45周耶 55周耶 对不对 55周耶 快一年的交期 交货的周期 很可怕啦 很可怕啦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最高阶的台积电嘛 对不对 那这个盘什么时候要大涨 台积电就很重要 台积电要涨价 那个只要确定了 只要开始调高了 台积电就动了嘛 对不对 那台积电的供应链呢 其实慢慢的都慢慢的起来了 都慢慢的起来了 是不是 光是这些设备的支出都很可怕 都是上照的 韩国也上照啊 对不对 台湾也是嘛 台积电也是嘛 艾斯摩尔更不用说了 这个好到爆啊 都功不应求嘛 对不对 我想都跟各位报告过 日本的材料也是一样 日本的半导体材料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你说 对不对 长华的封装材料 这个很重要的 是不是 不要以为说 这个塑胶而已啊 对不对 这个光阻剂只是什么 水而已嘛 化学药品而已嘛 对不对 没有这么简单 你要怎么 像EUV用的光阻 你那个还要什么 对不对 导电要好啊 还什么忘记了 反正它的图案要很清晰啦 你就是弄出来 对不对 你要弄的图案很清晰 然后很精密 对不对 这些都是很难的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帮人家赚什么 对不对 这日本人赚什么 就是这样啊 那美国人呢 缺晶片啊 美国人缺晶片嘛 是不是 所以你说像这个3D的封测 像创意啦 艾普啦 甚至精彩啦 都是一样啦 这未来就是一个小IC的时代 不是 高阶的3DIC啦 不是小IC 小IC有人说是MOSPHINE那些 比较便宜的嘛 所以你一直要不断的往这边走 不断的往这边走 你一直不断的成长嘛 甚至这个对不对 再生晶圆也是一样嘛 再生晶圆就是 会提高晶圆制造的良率嘛 那越高阶的支撑 用的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说深阳半 你说什么3583的星云 甚至蓬城第二 对不对 都是一样 这个都会很夯的 都会很夯 那每一家有每一家的 不同的美美咖咖嘛 像星云也有在卖设备 对不对 星云本来是卖设备 他开始又做再生晶圆 那深阳半 蓬城第二 就再生晶圆 还有一家宜特吧 还有一家宜特 中国大陆也是嘛 是不是 你看 对不对 他们也都在做 但是你要能够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 那就不简单了 你真的是要 能够打入台积电供应链 那比较高阶 那比较高阶 所以 像这种都在长线的底部嘛 我上星期五是把它卖掉 只留清代会员了 六七十块 绝对是一百块以上的 对不对 把它卖掉是换另外一档股票 那这个呢 今天已经来到这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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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很便宜的设备股 六七十块 我说他会不会 对不对 不要说像红色啦 像万润一样就好了 像万润一样就好 你说万润 对不对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 那时候 市场上有这样的传言 那时候万润 老板说要卖掉 说要卖掉 这家公司要卖掉 以前万润几块 三四十块而已啊 109年 好几年前 好几年前 那时候万润他有做什么 他也有做 那个被动元件的设备 万润也有做被动元件的设备 那时候 市场上有这样的传言 他可能要把它卖掉 老板可能要不做了 要把它卖掉 六七 那时候六七十块 后来你看这一波的 8523跌到二十几块 那你看从二十几块 到今年最高 一百六耶 那当然你不能买到一百六吧 谁傻傻的带你去买 一百五一百六的万润 那个就头壳坏掉了吧 对不对 那就不懂了 你要知道说 这种设备厂 真的还抓到一波的机会 三十块涨到一百六啊 那当然你说 红硕当然业绩好 做的机台也比较好 所以你看红硕股价比较贵 对不对 我一直说红硕的股价比较贵 那三百七嘛 今天还有三百七嘛 所以你要懂 你要真的你要去了解说 真正的这个业界 我很多spy的呢 我很多朋友 对不对 你要懂真正的业界人家的看法 不是说只会看K线 只会看道指 像这家真的很便宜啊 六七十块而已 它有没有一百块的实力 要不然它都会跟万润比价了 因为它做的东西还真的不错 你到了越高阶 你真的会用到啊 真的用到它就赚翻了 股本又小 设备商都这样 对不对 那像这个呢 就是还可以啦 那还可以啦 那个高阶一点都 它有机会啦 有机会 那股价也不贵嘛 今天就拉尾盘 那也在长线的底部 是不是 那比如说佳林 对不对 车子镜头 诶 那个阳明光都长成那样 AR 对不对 今天应该是大力光不好 那大力光很可怜 对不对 你那大力光 你也不买一下库长股 都会跌成这样 真的害死 真的 你看连可乘都会买库长股 有没有可乘 人家最近洪水素就买库长股 是不是 那你大力光 拜托你也买个库长股 那真的 外资卖成这样 股价跌成这样 不过今天它是有收缴 今天这个 这线 这边的量是蛮大的 有 应该是法人停损 外资停损 它有收缴 我觉得这边可以啦 这不贵了吧 对不对 这真的跌成 今天是因为大力光跌成这样 不然其实你说像 郁金光 我觉得要涨了吧 昨天我经过那个卖iPhone的 好多小朋友在排队 真的好像卖的还可以吧 每人都说没有亮点 那这边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那些小朋友都很有钱啊 买完iPhone 然后又去排队去包模 对吧 反正也都不是他们的钱嘛 都是爸爸妈妈的钱 所以你说iPhone 会不会卖得不错 理论上应该不会差太多了 不会差太多了 那郁金光当然是比较有机会 那你说这个3504 对吧 AR这个也卖得不是很 对不对 现在业绩都还没有出来吧 你看就是头信买了一头拉库 买在这边嘛 他就把它挡起来 要做这样拉起来 那你说加铃呢 对不对 不贵啦 不贵啦 所以这边来说 每个股票他都有他的一个生命在 不是跌就是不好 也不是涨就是很好 要看你买在什么位置嘛 要看他未来会涨到什么位置 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就像是你说台阳 你现在要买 对不对你就去买吧 对不对 一定很多老师要买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说鸿海集团只有台阳吗 是不是 我还跟你讲 郭台铭下个月要生日耶 这些人会不会巴结一下 他的集团股会不会动一下 好像是他生日那天要什么 那个新车要出来嘛 要正式亮相嘛 那应该也快动了吧 很多股票也快动了啦 所以真的 MIH的股票真的好好把握啦 像这档真的也是很低啦 低到爆了 低到爆了 那都是上游的关键的材料啦 关键材料 那有兴趣的 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也祝各位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再会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明天再会 就这样